我們今天題目是 胸痛別輕膚 可能是心臟疾病的前兆 首先要講一下 我們的血管 靠左邊這邊是正常的 各位可以看到 靠右邊這邊 這個其實就是 你這個血管內膜 本來這個是正常的 靠左邊的血管 你看它的內膜是OK的 慢慢的 血管內膜的下面 就開始有一些 所謂的動脈周狀病 病變出來 有可能是膽固醇 存積在這個裡面 就會變成這個狹窄 可以看得到 我們血液裡面 你有膽固醇的東西 就堆積在血管的內膜裡面 運送到血管裡面 就會囤積在裡面 囤積在裡面呢 血管壁就會越來越厚 這個斑塊 是有機會會破裂的 你要知道 我們血管裡面有血液 有血球 那 假如我們的血管的內膜 有破裂了 那就會讓你的血液 接觸到 不是血管內膜的東西 那很快的 我們血小板就會上去 血小板上去 就會吸引你的一些 靈血的東西過來 那就會造成 血症塊 就有可能造成 整個血管毒死 所以我們一般的 這個組織 譬如說你有受傷 很重要也是就是 你的血小板要上去 你的靈血蛋白要上去 那最後才會變成直血 那假如你的血小板 那假如你的血小板 碰到你的這個不常 就是不是正常的血管表面 那它就會沾附上去 那比較怕的就是 這個地方呢 它破裂了 破裂了以後呢 就會變成血栓塊完全毒死 那血栓塊完全毒死 那就看你是在哪裡 你假如在心臟 那可能就變成是什麼 有可能就變成是 極性性肌症 那這邊 只告訴你 我們的左上角 這個是正常的 開始有動脈硬化的斑塊 那動脈斑 斑塊呢 就有可能你有一些 血小板會 靈體在上面 那這個東西假如掉下來 掉下來就有可能是什麼 跑到腦袋 就有可能哪裡堵到 那個地方就叫做 中風 所以呢 其實 血管會堵 是全身性 那假如說我們講 心肌梗塞 那是堵哪裡 堵心臟 那堵到腦袋的 那就是中風 那堵到這個下肢的 那可能就是血流量會減少 你可以看得到原來 左上角 這麼大一圈 那它血流量當然比較多 右邊的 那它血流量當然就會減少 那假如有斑塊破裂 就是我們左下角 那那個就是血栓塊就上去了 整個血栓了 那就變成完全毒死 那到底有哪些是危險因子 容易造成我們這個動脈的這個周狀病變 血管阻塞 那有一些是可調控的 那像沒辦法調控的 那譬如說 男生就比較容易有心血管疾病 血管阻塞的問題 那譬如說遺傳 你的爸爸媽媽有中風 有心梗塞 那這個也就叫做 你有這個遺傳的體質 還有呢 年紀越來越大 那就比較容易心血管阻塞 那也有可能有一些人 他是天生的血脂代謝異常 那他膽固醇就非常的高 那這個也是沒辦法改變 還有糖尿病 那你有了糖尿病 那當然糖尿病呢 你可以說是糖尿病的一型 或者是糖尿病的二型 那年紀大的人 得了糖尿病 那我們這個叫做二型的糖尿病 那這一種的糖尿病呢 大部分是我們周邊呢 利用血糖的人力呢 降低的 那當然第一型的糖尿病 他很年輕就有問題了 那他是胰島素的製造 那是不一樣的 還有呢 有些人 那個叫做呼吸暫停症候群 那比較肥胖的比較容易有這樣 那我們叫做sleep amnia 就是睡睡的時候他會忘了呼吸的 那就是呼吸暫停症候群 那那個有時候要檢查的話 那可能要帶個機器 看你是不是有 睡覺當中是不是有忘了呼吸了 那那樣子的話 你一忘了呼吸 你血中的血氧溶度就會降低 你的腦部的細胞就會怎麼樣 受損 那他可能呢 腦袋會退化會比較快 或者是白天呢 他精神就不好 因為腦部常常是在缺血的狀態 那這些因素呢 是你沒有辦法去調控的 那有調控的 那還有一些比較重要的因素 那譬如說高血壓 那高血壓的人 也容易造成你心血管阻塞 還有呢 比較不愛運動的人 那天天躺在沙發椅上面 坐在辦公桌的 那這裡呢 為什麼特別用一個紅字呢 就是告訴你 這個很重要 抽菸 第一胸手造成你心血管會堵的 全身血管會堵的 就是抽菸 還有呢 肥胖 那等一下我們後面 還會一一的介紹 那怎麼樣的定義 血糖控制不好 那或者是壓力大 或者是容易生氣 或者是有憂鬱症的人 那這些也是比較容易 有心血管疾病 那你的飲食 譬如說你都喜歡吃高熱量 高油脂 那這個也是容易有心血管疾病 那還有呢 喝太多的酒 酒精喝得多 其實啊 酒精就是液體麵包 就是你的熱量攝取太多 那你就容易被胖 還有呢 你的血裡面的膽固醇 變高 那這些呢 都是比較容易造成你的身體的血管 容易造成阻塞 那看你阻塞在哪裡 你阻塞在頸動脈 那東西掉下來 掉到腦袋 那就是 表現出來的就是中風 那當然也有可能呢 是腦部裡面的小血管 有了阻塞 那當然 也有可能造成動脈 譬如說我們說 腦部中風 那腦部中風 你可以看成說是 一種是梗塞性的 或者是初血性的 那譬如說高血壓 那正好碰到腦袋 血管有異常 那假如三四十歲發作的 那那種呢 是動脈奇形 那假如是年紀大的 那可能它是有動脈瘤 動脈瘤破裂 破裂就變初血性中風 那你假如血管 頸動脈有狹窄 有東西掉下來 掉到腦袋 那那種中風 叫做梗塞性的 阻塞性的中風 那有可能侵犯到你的主動脈 那就會造成什麼 動脈瘤 動脈 所謂動脈瘤就是 本來正常動脈應該這麼大 它變成這麼大 那這就是動脈瘤 那動脈瘤呢 那它就有機會會破裂 那我們等一下再講 那假如在你的心血管 那表現出來的就是什麼 心肌缺氧 心腳痛 那更厲害了就變成什麼 心肌梗塞 那影響到你的腎動脈 造成腎動脈的狹窄 那就有可能造成什麼 腎動脈狹窄引起的高血壓 那假如是在你的腸骨動脈 那你就會造成什麼 你周邊血管的血型不良 那有可能造成你的腳趾頭的缺血性壞死 那也有可能造成你走路走一走 就會走不動了 那叫間接性薄型 那當然也有可能是在你的腸骨動脈 也有可能是在你的骨動脈 那當然假如是糖尿病的 那它比較常見的是更細小的動脈 那大部分是膝下的一些動脈 造成狹窄造成阻塞 所以你看看有一些人是糖尿病足 有沒有聽過這個名詞 那糖尿病足呢 那它就是說因為有糖尿病 那有血管有阻塞 那造成肢體呢缺血 那可能呢壞死 黑掉了 或者是外衣有傷口 當然也有傷口要癒合 那要靠血液把這個營養物質要送過來 那你假如血液狀況不好 它有傷口就不癒合 那不癒合就容易有感染 那最後感染可能變成要什麼 要截肢 所以看你血管堵哪裡 你可能全身在不同的地方 造成不一樣的這個疾病表現 那我們今天呢 把我們的範圍稍微縮小一下 我們的範圍呢 主要討論我們心臟的血管 那在介紹心臟血管之前 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心臟到底有哪幾條血管 一般來講 我們心臟一出來 這個是我們的主動脈 這個是主動脈半 那一出來以後很快有兩個分支 一個是左支 一個是右支 左邊的走大概1.5到2公分左右 它很快就有一個分岔 走在心臟前面的 我們叫做左前降之 這一條呢 是三條血管裡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點 因為我們心臟有分左邊跟右邊 左邊的心臟負責要把心臟的血打到全身去 通應全身的需要 右邊的心臟是負責把血打到肺部去 做氣體 血氧的交換 就是右邊的血打到肺以後 變成沖陽血 再回到我們左邊的心房 再回到我們左邊的心室 左邊的心室一收縮 把這個沖陽血打到你全身去 左邊最重要的這一條 就是叫做左前降之 落到左邊心臟後面的 那叫做左迴旋之 這個有比較淡的這一個 叫做左迴旋之 那供應我們右邊心臟的 叫做右貫狀動脈 那當然呢 這右貫狀動脈還可以細分是 是後降之 後外側之 那像這一個 是後降之 這個是後降之 那這個是後外側之 那當然 每一個心臟 那他的血管 有可能看你是 我們會講說 你是左邊比較 優勢的 還是右邊比較優勢的 那這裡面主要探討的就是說 好 你左邊的心臟的 後臂的血 是從你左邊來的 還是從右邊來的 假如你心臟的 下臂的血 靠後面的血 是從右邊來了 那他這一條呢 就會變得比較大條 那我們就是說 他是右邊優勢的 但是大部分的人呢 是左邊優勢的 也就是說他這個回旋支呢 他會有其他的一些分支 會比較粗 是供應於左邊的 但是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呢 他有可能呢 是右邊優勢的 那像這一種的人呢 他假如右邊冠狀動脈 一阻塞的時候呢 他可能就不是光影響右邊了 他可能連左邊的心臟的下臂 後臂都會有侵犯到 所以看你的血管 分布的這個區域 看你血管阻塞的位置 你當然阻塞在源頭 越源頭 那發生的影響效果 就越厲害 那所以左邊的這一條 我們叫做左阻支 這好像是自來水的總場 水管要出來 假如他一出來就出事 可能大台北區就要大缺水 這個地方假如一出事 那就很嚴重很嚴重 譬如說 台大醫院的一般外科主任 他是哪裡出事 他就是這邊出事啊 那去處理再開刀 都不行 最後擺了左心是輔助器 等著心臟移植 最後心臟移植是成功的 所以這個地方 假如有問題 那是非同小可 所以在這邊是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一般講說 我心臟有幾條血管 一般來講通稱是三條 但是左邊有一條很快就分成兩條 左前降支 左回旋支 那右邊一條 所以總共也是號稱三 那 我們會討論就是說 主要的危險因子 在冠心症的病人 冠狀動脈阻塞性疾病的病人 他有一些主要的危險因子 那譬如說男生大於四十五歲 你就開始進入高危險群啊 女生大於五十五歲 那大部分的人 女生大概五十五歲以後 就開始停經了 在這個女生有女性荷爾蒙的保護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女生發生心血管疾病 遠比男生少 但是超過五十五歲以後 就是沒有女性荷爾蒙保護的時候 他的上身曲線 就完全跟男生是一樣的 所以女生可能 你在五十五歲以前 可能有女性荷爾蒙的保護 那你可能比男生 不容易有心血管疾病 假如你的家族 是已經有這個 比如說年紀很輕 就得了心血管疾病了 那你也是屬於這個危險因子 你有高血壓的 那高血壓 那怎麼樣定義 什麼叫做高血壓 那四千維生組織呢 對高血壓的定義 目前還是維持在 收縮壓在一百四 舒張壓在九十 假如任何一個有超過 那對不起 你就是有高血壓 那假如是在一百三 高的在一百三到一百四中間 或者是低的是在八十到九十中間 我們叫做高血壓前期 假如你有糖尿病 假如你已經有高血壓 假如你已經有冠心症 那這一類的問題 我們希望你將來的血壓的控制 目標 不是一百四九十喔 這個時候呢 我們是希望你在一百三八十 那這個稍微要跟各位 稍微講一下 那很重要的再提醒一次 高血壓前期 還有呢 糖尿病 高血脂 那高血脂呢 我們有時候又再把它 稍微再定義一下 我們的膽固醇 高血脂有三酸甘油脂 有高密度膽固醇 有低密度膽固醇 低密度膽固醇 越高越不好 高密度膽固醇 越高越好 所以假如低密度的膽固醇 低於四十 我們 高密度的膽固醇 低於四十 我們認為是比較不理想的 那還有呢 肥胖 那這個都是 所謂的容易造成有心血管疾病 那一般簡單來講 就是你有一項 你就比一般人多兩倍的危險 你有兩項 不是二加二 二乘二 你有三項 那就是二乘二乘二 你有四項 就二乘二乘二乘二 你有五項 那就二的五次方 那二的五次方是多少倍 三十二倍 所以我自己的表弟 高血壓 高血脂 糖尿病 肥胖 然後又再加上抽菸 醬 四十歲不到就即興心即可吃 所以呢 看你有幾項 你就比別人多多少倍 好 好了 那 我們急性心肌感受 會有什麼樣的症狀 或者是說 我的心腳痛 那大部分是用什麼樣的症狀來表現 那我們的心腳痛 它有可能表現出來的位置 有可能是在左前胸這個位置 有可能是在你的上腹部 有可能也在你的下巴 所以有些人說 這牙齒老師不舒服 看了牙科 就該拔的都拔完了 這個有喔 被牙科醫師牙齒都拔光了 結果最後出來是心腳痛 那 連戰連先生以前有一個心文官 不是 欸 這裡痛 都不知道 某大醫學中心 把它當胃痛 然後回去 後來再來 下臂心肌感受 心臟的下臂 那有些人呢 會覺得 欸 好像 不舒服的時候 會覺得好像被人家 踏在脖子 好像 欸沒辦法吸氣 那這個 都是 有可能 是 心腳痛 當然 大部分 是 這個 暫時性的 可能等一下就很緩和了 所以在 冠心症 心腳痛 他所呈現的 簡單講 就是一個 供應跟需要的問題 當你的心臟負擔要增加 你的負擔增加 你就需要更多的血 來提供你的血氧 但是一個阻塞的血管 在正常的狀況 一條正常的血管 當你中邊組織需要增加的時候 他血管會擴張 增加了你的血流量 所以當你的組織是需要增加 但是我的供應 因為血管擴張以後 供應也增加 供需 平衡 沒有症狀 但是假如你的血管 已經有了阻塞 在阻塞的這個地方 他是不會 隨著你的需要 把血管擴張的 那這個時候呢 假如你的組織 需要是增加的 但是 供應沒辦法增加 那這個時候會表現什麼 供需失調 需要多 但是供應不上來 那就可能組織會表現缺血 在心臟表現出來的就叫做 心腳痛 在周邊 腿呢 就走走走走不動了 叫間接式薄行 怎麼聽不懂 很簡單的就是 供應跟需要 所以內科醫師治療 一種就是 我把血管稍微擴張一點 譬如說 吃一點這個血管擴張的藥物 那還有一種呢 就是強迫降低你的需要 讓你的心跳慢一點 收縮力降低一點 那你的需要 心臟的需要就會減少 那當然 這裡面還要細條的話 那你還要注意到 我們心臟有所謂的收縮 有所謂的舒張 收縮 舒張 收縮 舒張 各位有沒有聽到 我講的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舒張會比較長一點 所以當你心臟在收縮的時候 血管都是壓扁 心臟就比較沒有血液公益 所以在舒張的時候 他血液公益會怎麼樣 會增加 所以當你心跳一快 收縮的間期 沒有大的變化 但是舒張的間期 會有明顯的減少 所以你自己假如有去看你的心電圖 你可以看到 你心跳快 有時候有去做運動心電圖的時候 心跳快的時候 每一個大坡中間的距離會縮短 但是他那個大坡 自己的距離沒有明顯的變化 但是功學的時間 會縮短 那這樣子 你就有可能 造馬跑 又可能不讓馬吃草 那他就可能什麼 表現出疲態 就變成功虛失調 那這基本的 要先跟各位先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好 好 好 那心腳痛 有時候可能是血管 譬如說 出筋 血管筋軟了 所以一筋軟了以後 血管本來應該這麼大 現在一筋軟了就變這麼小 這麼小的時候 那就表現出什麼 血液供應會減少 所以這個就是 你血液供應減少造成症 氣機缺血 那還有一種呢 是血管狹窄了 固定的狹窄 他不會隨著你的需要 把血管擴張 那這一種呢 你假如心跳一快 心臟的做工一多 需要增加了 但是呢 我的供應沒有辦法配合上 那這樣造成的缺血 是因為你的需要 增加 供應不上 缺血 那是需要性的 就是說 我心臟需要這麼多 但是勾不上來 因為你有血管有固定的狹窄 那還有一種呢 那還有一種呢 是 心血管 斑快破了 血栓快堵住了 血栓快堵住了 那他是怎麼樣 完全堵死了 那可能造成什麼 我供應 完全沒了 那這個疼痛呢 他會一直持續的 那當然也有 心臟的疼痛 都不會像是被掐到 被捏到一樣 那麼明顯 他有可能是悶悶的 好像有一塊石頭這樣壓到 好像不大 喘氣不是很舒服 那這個呢 叫做瘴氣神經痛 跟我們一般的 體表的 哪裡被針刺到的 那種痛 是不大一樣 那這個是 瘴氣神經 他傳出來的 感覺系統 跟我們一根體表 被針刺到的 能夠很明確定位的 這個是 不大一樣 在這個要稍微 跟各位介紹一下 好 我們介紹完症狀以後 就說 你有可能 有這些症狀 你去看醫生 但是 我們給你做 基本的心電圖看 好像沒看到 什麼明顯的缺訊 那這個時候 假如病人的年紀 不是很大 他是可以去 像小跑步一樣的 那我們就去做 所謂的 運動心電圖 運動心電圖 他就是 他就是 在身上 貼了好幾個 導臣的心電圖的監視紀錄 然後讓你在這個 履帶上面 來跑步 讓你跑步 心跳就會變快 故意讓你的心跳變快 心臟的工學時間 把你縮短 心臟的做工多 讓你呢 心臟負擔很大 然後呢 看看是不是 誘發出 缺血的心電圖變化 那這個是 這個檢查的目的 就是 但是這個是有一點點 侵犯性的 我們叫 半侵犯性的檢查 因為這個跑一跑 跑一跑 有可能會 或者是心臟病發作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這個 一般都會叫你去簽 同意書的 不像是做 做心電圖檢查 好像躺在那邊 什麼都沒做 對不對 那個從來沒叫你簽 同意書的 但是做這個檢查 是要的 而且他有說做的時候 還會把這個 多度 會調的 一度兩度三度 然後讓你呢 像在爬坡 快度爬坡 故意讓你的負擔很大 然後來看你心電圖 是不是有變化 那心電圖 什麼變化 本來呢 正常的心電圖 在這個地方 我們叫 ST波段 那你可以看得到 還是平的 現在在那邊下降 那當然他有診斷他的依據 譬如說 向下的這種 是比較有意義的 平的也可以 那假如是這樣的 這樣的 上升式的 那就沒有意義 沒有診斷意義 只要是向下 或者是平的 向下超過一格 拉的時間 超過0.08秒 那我們認為這個是有意義的 這個是我們在 醫生在診斷說 你的運動性電圖叫陽性 就表示有缺血 那當然要看你的年齡 那會有一個預設值 就是說你要跑到心跳 跑到多少以上 以上 那有90%的診斷的可能 90%的診斷的正確性 那這個就是你要爬 跑到超過這個90跳 如果要跑到那麼快 按照你的年齡 會有不同的等級 那你要跑得比他快 那沒有心電圖的變化 那你就這樣 陰性 那假如說你跑沒有那麼快 那這個就未確定 這樣有聽懂嗎 你一定要跑得夠快 超過你那個年齡 一般的 就是說90%的 預估率的時候 那我們才會認為這個檢查 是有意義性 那假如有明顯的心肌缺血 那就是陽性 沒有就是陰性 達不到這個速度 那我們就是未確定 看有清楚 就是說一般 就是你要去跑 運動心電圖 看看故意有沒有引發出 你有心臟的確診 那當然有一些 年紀大的 或者是 我這個腿部不舒服 我小麻痺症 那我怎麼跑咧 我沒辦法跑啊 那怎麼辦 那我們做所謂的 駝201的檢查 那當然 駝201啊 那就是 你可能要做兩次 把那個藥物呢 打到你身體 它會跑到你心肌細胞裡面去 那一種是靜態的 一種是動態的 那動態的時候咧 沒跑進去 那就表示什麼 那個地方缺血 靜態的跟動態的 來做比較 那當然 動態的 有兩種做法 一種呢 也是一樣去跑履帶的 來做 那一種呢 是你沒有辦法跑履帶 我就用模擬式的 那怎麼模擬 就是我打藥物 讓你心跳會變垮 那有聽懂嗎 然後來看說 你心臟的肌肉呢 那是不是有缺血 那一個就是說 我把你心臟抓去抄的 一種是你休息的 那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牽牽哪一個 有血影的比較大 有缺的地方 那就表示什麼 心肌有缺血 譬如說這個地方 這個會變比較 血影比較少 那這個就代表說 那一個區段 那當然他用三個軸向 立體空間 三個軸向來看 看他是不是 有心肌有缺血 那這個叫 陀 有二零一的測試 那還有一種呢 這個是因為科技進步 我們電腦斷層攝影 那機器呢 假如能夠cut很快 所以你會聽過 有什麼十六切啦 一秒鐘十六切啦 六十四切啦 二五六切啦 八百切啦 那切得很快 那當然你可以看 打血影劑 然後看著這個心臟的血管 因為心臟是跳動的 所以你不夠快的時候 那都會有一些假影出來 切得很快的時候 那個假影 干擾的就會變少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個血管 譬如說這條血管 這個地方 他就有問題 那你可以看得到說 這個血管 這個地方有問題 這個地方有問題 那就表示 那個地方是血管 有阻塞 那這一個呢 是電腦斷層攝影 那這個目前呢 健保是不急 那當然 你的速度越快 干擾就越少 所以 像龍總提供的是二五六切 一般來講 二五六是可以的 但是假如這個病人 心跳太快 那可能做出來的 效果就不好 或者是說 這個病人 他心跳是有心力不折 快快慢慢的 心頭顫動 那這一種呢 他就不好做 他可能他在這個 顯影上面會看得不清楚 干擾太大 像我們醫院 正希醫院提供的是八百切的 那當然 不一樣的 這個電腦速率呢 他表現出來 診斷的 準確率 準確度的 就不一樣 那當然因為機器不一樣錢 所以你去做 可能價錢不一樣 所以你說 有的醫院怎麼 兩萬塊 要怎麼正希醫院做得比較貴 那是因為 機器的成本是不一樣的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看得到說 這個血管呢 這邊是有阻塞的 這個看到的這個是 有所謂的 顯影劑進去 那這是科技的進步 可以比較輕鬆的 就可以看到說 血管有沒有阻塞 那當然 這些呢 最後還是要回歸到 做心導管 那心導管怎麼做呢 心導管就是說 你要把管子 放到你的血管 進到你的主動脈 勾到你的 這個 營養心臟的 兩根血管上面去 各位還記得我前面有提到 左邊有左組織 右邊有右貫狀動脈 勾到那個血管以後 我打顯影劑 然後呢 看到血管出來 那當然 那當然 你想想看 假如我這邊是一條血管 我這邊的血管有問題 我打了顯影劑 那它顯影劑在這邊 這邊不會出來 對不對 我用這樣照相 那當然看到血管 而這邊沒有 可是我假如照相是從這邊照過來 那可能整條血管 看到的是整個血影劑都出來 所以呢 在做心導管的時候 你假如有人有去做過 假如說這機器怎麼轉來轉去 要做好幾次 它就是要繞開 用不同的角度 來評估這個血管 到底有沒有阻塞 可以看得到說 很簡單的 本來這麼粗一條 來到這裡就細了 對不對 這個就是狹窄 那你把最細的 除以它這個最粗的 那你就知道有百分之多少的狹窄 那我們認為 一條血管 有意義的狹窄 就是一條血管 當然 我會講的是三條 不是左組織 左組織假如是 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狹窄 我們認為就是有意義 其他三條 一般認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狹窄 我們是認為是有意義 那當然 現在 現在呢 又有各種不同的方式 那有可能 譬如說 這個狹窄的 近端 兩個壓力 近端 再兩個壓力 把這個壓力 除以近端的壓力 那角小於0.8 那我們認為這個是有意義的 所以有時候影像學看到的狹窄 它其實功能上面呢 沒有那麼明顯的狹窄 所以在美國的話呢 他們現在 除非你看到這個狹窄 是非常非常的明顯 所以 那這個不用看了 這個一定是百分之九十的狹窄 那這個 假如說 這個看起來這樣 百分之七十幾 那他們的常規 就是會量近端的壓力 量遠端的壓力 有明顯的壓力差的時候 然後 所謂的明顯 就是下降百分之二十的壓力差 那認為這個是有意義的 那這個狹窄的暗落 是需要處 那有聽懂嗎 有意義是什麼意思 有意義就是會造成你有問題的 這個叫有意義 不是看到歪歪的 就要把它扶正 不是這樣 就是血管要堵到一個程度 我們才會認為說 你需要去處 所以有時候 有人去做新刀館 好像劈運動心電圖 跑一跑 所以有問題 就會去做說 好像新技巧 稍微有壓到 因為你要知道 你的運動心電圖 是要跑到很快很快的時候 故意引發 看看有沒有心機缺血 結果血管照相出來說 是有一點狹窄的 但是沒有那麼厲害 可能就沒有給你擺支架 沒給你處理 就叫你說 吃掉就可以了 那就是沒有達到有意義的狹窄 有意義的狹窄 那就可能建議你需要去做處 那當然有意義這個左組織 這邊是用百分之五十 其他的都是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你看這裡有一點點 這裡當然這個就很明顯 像這種病灶 他們就不會再去給你量 前端後端的壓力差 這個看起來太明顯了 那當然越賭在前頭 管區越大 萬一有問題 造成的不可逆的反應就會越強 所以越前端越需要處理 所以為什麼講說 左邊一出來的 我們說要五十就要處理 因為那個地方 萬一出事 可能就 出神了 那這個就是 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到 很明顯的 這個是 左前降之的 這個狹窄 這個是 右貫狀鬥敗 也可以看到 很明顯的狹窄 那就是 最後 最準確的 還是 用 所謂的 心導管的方式 但是這個是侵犯性 你想想看 一根管子 放到你的血管裡面 刷來刷去 對不對 譬如說 從這邊進去 要進到 這個 對不對 算來算去 我們可能把你血管 臂上面小東西 刷下來 刷下來 掉到腦袋 你要知道 我們腦袋是很精緻的 每一個地區 管的東西不一樣 譬如說 有人中風了 講話講不出來 其他通通都正常 就是講話講不出來 區域很小 有人中風了 右手抬不起來 右腳還可以 所以看你的 賭在哪裡 所以一個小小的東西 賭上到你的腦袋 可能你表現的 就完全不一樣 那 這個圖 是告訴你什麼 好 我一般血管 我有阻塞了 對不對 有意義了 好 那我放一個東西 就是放一個支架 用一個氣球 把這個支架把它撐起來 硬是把你這個斑塊 把你給你擠壓貼平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化支架 對不對 好 各位看看 這個支架是有廣目的 我硬是把你貼平了 把你壓碎了 那這個會製造出來什麼 出燥面 對不對 血管我一個 血管我硬是把你擠開了以後 會製造成出燥面出來 我前面有講過 我們的血小板 碰到你原來不是血管內皮平滑的東西 它會怎麼樣 會黏上去啊 會出問題的啊 所以在做這個檢查 做之前做之後 它都會要你吃什麼 血小板抑制劑 我們後面還會再跟你講 那這個就是把它貼平了 那一開始這個支架呢 裸露支架 就一個鋼絲網上去就對了 對不對 那這鋼絲網呢 慢慢的發覺 有一些鋼絲網放上去 那還是很容易賭啊 對不對 好 那再過來就是什麼 塗藥支架 那支架裡面呢 還放了一些藥物 這個藥物放上去 那有它的作用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藥物支架 那這塗藥支架呢 那這塗藥支架呢 目前呢 健保是不給付的 可能你要付一點叉 那你把它放大了來看 那這個就是 洞洞裡面呢 就是什麼 有藥物 這個是剛開始 三十天要慢慢放出來 放到沒藥的時候呢 就跟一般的裸露支架是什麼 是一樣的 當然 隨著科技進步 那這個是告訴你什麼 我塗的這個藥物 我塗的這個藥物有什麼作用 那就讓你血小板不容易上來 那你的血管類皮不容易長上來 讓你呢 不容易再下長 所以一般塗藥物支架 那在這個短期裡面呢 他在跟裸露支架比起來 那他是比較不容易再下長 那當然 一開始就說 好 我這個支架放上去 我要吃血小板抑制劑 要吃兩種 一種是阿斯匹林 一種是保酸通 大概有 假如有擺過支架的人 大概都聽過這兩個藥 對不對 一開始的研究說 吃三個月 兩個藥病又吃三個月就可以了 後來研究又發現 這樣三個月不夠 吃六個月 為什麼不給你吃那麼久 因為阿斯匹林當然很便宜 對不對 但是保酸通 在台灣現在賣一顆 健保局還要賣到五十幾塊 對不對 一個月吃起來要一千五 對不對 一年吃起來也不少錢 所以 吃吃吃 這個六個月 結果後來就發現說 吃了六個月還不行 對不對 現在是說 吃一年 到底是要吃多久 目前的準則是說 希望你必行吃九個月 其實 要打個問號 因為你可能要再累積更多的經驗 才知道說 有個問題 因為一般的裸支架 擺上去以後 血管內皮很容易貼上去 它就變成平滑了 你這個藥物支架 它血管內皮長不上去 它永遠都是 你這個金屬支架在那裡 它長不上去 當你一停掉的時候 沒有那個保護 它可能很快的 漲很多 那就出問題了 所以他們那時候說 你擺這個所謂的 金屬支架 跟這個藥物支架 他們六個月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就是說 擺藥物支架六個月以後 它反而效果會有問題出來 因為你可能沒吃藥的時候 它問題出來了 擺金屬支架的 很快的內皮長上去 反而沒事 那當然 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 建議還是要擺藥物支架 因為糖尿病是比較容易再狹窄 那還有一種更新的 我們剛剛不是看到說 這個有一個架子嗎 對不對 現在這個架子呢 是可以水解 放在你身上 這個架子呢 一開始有藥物 慢慢慢慢 藥物沒了 這個支架最後也沒了 那這個呢 有什麼好處 下次沒有在那個支架 萬一假如你要開刀 譬如說這個病人擺了支架 以後再狹窄 還要再開刀 那一個金屬籠包在那邊 金屬籠包在那裡 剪也剪不斷 變成要整個把它摳下來 那個外科醫師 當然我摳過幾個 這個很難搞 你要整段把它切下來 你剪刀剪也不容易剪下來 對不對 像我們的前總統李登輝先生 不是號稱擺了十二個支架 對不對 那個萬一要再開刀的時候 我看那個外科醫師就是 都很痛啊 對不對 你要把一個支架 要把它摳下來 那那麼容易啊 裝上去很容易啊 你要把它摳下來很難啊 對不對 你跟市長把它選上去 你要把它罷免很困難的 好啦 前面介紹的就是氣球 不塗藥 塗藥 再過來水解 那這個都是用心導管的方式 來解決血管 再過來介紹就是說 假如這些也不能解決 那我怎麼辦 那就是變成要做 所謂的 冠狀動脈 烙道 手術 CABG 就是 是 chlorine artery bypass graft CABG 所以 老外他們講Cabage 台灣講 烙道 中國大陸講 搭橋 搭橋 好啦 搭橋 打到你全身 那這個就是灌注管 對不對 那你身上的鞋 要把你拉出去 經過血氧肌 然後呢 再從這邊打進來 那這個是體外循環用的 那這邊看到的這一條 是內乳動脈 那這條在哪裡呢 這一條呢 在我們的胸臂 胸骨 往左邊一寸 貼在你的胸臂裡面 這個叫做內乳動脈 那這條多粗呢 大概是1.5到2厘米左右 那你的心臟血管 也都差不多這麼大 所以 我們要做這個手術的時候 一定要怎麼 放大劑 那大概是放大這個 三四倍左右 然後來做血管 吻合 那你想想看 一條血管 假如是這樣 那你只能前面挖洞 對不對 你假如不小心挖到後面 那就後面要補起來 對不對 後面補起來 這個血管就窄了 那你假如要縫合 你只能縫前面 你不能縫到後面 你縫到後面 把後面帶起來 這條血管也 不通了 所以呢 心臟外科 犯錯了空間 就倒了 兩厘米 因為這血管 差不多1.5到2厘米 你假如勾到後面 那就不通了 所以要放大劑來做 那這個是內骨動脈 那也可以拿 腿的靜脈 那有人會問說 我們現在不是很多東西都可以代替嗎 細關節也可以代替 半膜也可以代替 對不對 那還有什麼支架血管 那為什麼這個不能用 人工血管呢 接到這麼細小的血管上面 用人工血管很快就堵掉 只有你自己的血管可以用 那要嘛就是要拿自己的大引進脈 或者是拿內骨動脈 那當然也有人拿勞動脈 但是勞動脈的它基本的結構 跟內骨動脈 是比較不大一樣 那最常見的就是拿所謂的內骨動脈 那當然 剛剛看了那個圖片 是由體外循環 心臟停下來 我來做手術 各位也有聽過說 我做不停跳手術 那心臟在那邊跳動 那你要把血管要把它縫上去 好啦 除非你的手就能夠配合的心臟 我這樣跳動 那你當然縫合 OK囉 而節律要一樣 那這個實在是很困難吧 對不對 好 那就要想辦法減少這個心臟的搏動 對你的影響 所以呢 一個就是 用一個器械 把你壓住 那我們叫做穩定器 穩定器把它壓著 讓他心臟的搏動不要那麼大 然後再把血管切開 然後再把血管切上去 那這個是不停跳手術 那當然 這個不停跳手術 在十多年前就開始 有開始 有開始在做 那在美國的話 那個時候 盛行的時候 大概百分之二十五的 cappuccine 是又不停跳的 那現在呢 經過十來年的驗證 現在大概降到百分之十 因為早期認為說 用這樣的話 病人中風的機會 會比較少啦 那這個 穩核效果跟那個是一樣啊 經過十年的 大規模的統計以後發現呢 中風不會比比較少 那這個 唯一一個 肺腹必發症 是會比較少一點 但是呢 血管 長期 還通的機會 停跳 會比不停跳 來得優點 所以現在呢 又中擺又稍微擺回來 那但是有些病人 譬如說 他肺部不太好 那一種體外循環 將來比較容易影響到 手術後肺部的復原 那這一種的個案 那有可能會選擇 不停跳 那其實 你用什麼方法 沒關係 只要安全 這個醫師熟悉的 那就是好方法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所謂的 用達文西 機器人手臂 那這個也有人做 那這個呢 是最近這一兩年開始 那當然 這個也是要走體外循環 這也是走體外循環 然後走小切口 用機器人手臂在那邊動 那當然目前這個可能 你要做這個 你可能自己要貼大概二十萬左右 那這個就是 用內飾鏡 然後呢 身上要打好多這個洞 那也要建立體外循環的路徑 那把心臟停下來 把血管把它切上去 當然 現在的科技啊 還有很多種進步的空間 那 譬如說 比較困難的 像機器人手臂比較困難的 是這個線 你要打結的時候 要知道我們這個人啊 我在打結的時候啊 會有一個張力 你手是會感應到的 可是你經過手 那種機器手臂的時候 你沒有這種 那個訊息傳回來 你不知道這個 什麼叫做 拉緊喔 拉太緊就斷了 拉不緊 手掌漏血 所以機器人手臂 有這種問題 就是說 那當然要 技術很熟練 那目前台灣才剛開始在那個 那假如說 理想讓人家去熟悉一下 畫個二十萬 那大家可以 那當然 國外有所謂的 Surgical clip 就是用 他那個 不是用縫線的 他是用 針繞過去 然後針頭可以拽斷 會變成一個像這種阿法型的 把你血管這樣就繞起來了 那當然那一針 以前在台灣賣一針要一千兩百塊 做一個吻合大概要十二針左右 所以做一個吻合就是一萬二 通通都是錢 當然有那一種 當然就可以很快速 做起來也相當安全 那再過來這一張呢 我只是要提醒各位 好 我們剛剛講過 你放了支架 是會製造出來一個 廣泛的出照片 很重要很重要的 就是要吃雪小板一致劑 那我們一般雪小板要零集 大概有兩個路徑 一個路徑呢 就是阿斯匹林會把它堵住的 一個路徑呢就是寶酸通 或者是利血達這一類的藥物呢 會把它堵住的 所以製造了一個出照片 我們一個雪小板 他會叫其他的雪小板 再來跟我連結在一起 那他是經過兩個路徑來 召喚他的兄弟朋友 那阿斯匹林是一個路徑 會被他堵住 寶酸通是另外一個路徑 那當然你假如吃兩種藥 那意思就是說 你假如受傷的話 你容易雪靈不止 所以這個藥 你假如兩種藥都在吃的時候 你自己要怎麼樣 要小心啊 你可能刮個鬍子 你可能要壓三十分鐘 或者是你去抽個血 你可能這樣壓還不夠 要上個奔袋再把它補起來 但是要記住 你放了支架以後 你一定要記得吃藥 你假如不吃藥 本來只是狹窄 還沒有那麼多出照面 你現在放了一個支架 變成廣泛的出照面 那比放支架還更什麼危險 所以在這邊就是要提醒 你假如擺了支架 千萬要記住 要吃藥 那這個也只是告訴你 這個藥物有好多種 那作用的位置是不大一樣的 但是你記住 這些都會影響雪小板的零幾 那意思也是比較容易出血 但是你一定要記住 你假如放過支架 你一定要記住 你其他藥想不吃還可以 但是雪小板一直記 你一定要吃 否則呢 你很容易再狹窄 再狹窄 下次來的時候 可能不是說是 心腳痛 可能一來的時候 就是什麼 心肌改善 好啦 不管你是 不管你是 支架 支放 或者是 落到手術 這個 都是 治標 這個不是 治本 治本 最重要 就是你要把你的 危險因子 要減少 落到的血管 有可能再讀 放了支架的血管 有可能再讀 所以很重要的是 你的基本生活形態 要改變 所以現在 醫院 他都是說 我提供給你一個團隊 我不是只有一個心內科 或者是我一個心外科 他可能還要包括什麼 營養 他包括戒菸 通通都要保守你 最重要就是 希望你要改變你的生活形態 第一個凶手 我們先講 戒菸 我自己以前抽過菸 我自己戒過 我很清楚 說戒就戒 一刀切 才戒得掉 你想要一包 變半包 變三隻 告訴你就是什麼 就是 泄不了 所以一定是要一刀青 這個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第二個 就是高血壓 那 我們血壓 目標 就是要 一百三八十 很重要的 要減重 兩個字很快 一秒鐘 講完 哪那麼容易啊 對不對 你知道市場上去 說減重一公斤 大概要收費你多少 三萬 現在三萬 不是一萬 一萬 一萬 平均大概是一公斤一萬 很重要的是低鹽 不要吃太鹹 希望你要規則運動 再不行 就要加一點藥物 所以很重要的減重低鹽運動藥物 可能呢 要好幾樣一起來 再過來呢 高血脂 我剛剛前面有提到 就說 我們的低密度膽固醇 LDL 那希望呢 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希望你要七十 目前健保局是低於一百 因為有時候沒那麼多錢 不願意給你吃那麼多藥 那希望你要七十 高密度膽固醇 什麼辦法可以讓它上來 就運動 所以你的總膽固醇 除以你的高密度膽固醇 希望這個比值呢 要低於一百 那意思呢 高密度越高 這個傷數呢 就會怎麼樣 越小 那怎麼樣來控制高血脂 一個 吃進去的膽固醇 要少一點吧 還有呢 運動消耗一下吧 第三個就是 所以哪些東西 最好就 至此結緣喔 譬如說蛋黃啦 魚卵啦 蟹膏啦 內臟啦 墨魚啦 烏賊啦 這個都是膽固醇比較高的 這個就不要碰喔 那 我碰一下可以的 牛肉羊肉鴨肉 就是所謂的紅肉囉 你可以放心的吃的 那就是雞肉魚肉囉 對不對 那你問我說 豬肉咧 去市場去看的時候 牛肉有沒有比豬肉紅一點 對不對 豬肉有沒有比雞肉紅一點 有啊 所以他是借在什麼 喔 好啦 還有一個威脅因子是什麼 糖尿病喔 喔 那有時候這個 你知道台灣的糖尿病的盛行率是多少嗎 那 九十五歲以上的人 四個有一個 糖尿病喔 所以糖尿病不是說 我只有血糖高而已 糖尿病會引起很多的併發症 成年人眼睛瞎掉最常見的原因 糖尿病 成年人洗腎的第一個原因 最常見的原因 糖尿病 成年人肢體切掉了 最常見的原因 糖尿病 所以糖尿病恐怖的 要好好的治療 然後我們的目標 就是我們的空腹血糖呢 小140 糖化血色素 小於6.5 那你會問我 那到底超過多少是叫糖尿病 正常的糖化血色素 小於6 假如你大於6.5 那你就是糖尿病 空腹的血糖 小於126 超過126 那就是糖尿病 糖尿病 酸病 含量治療 三樣一起來 飲食 運動 那 飲食 譬如說 你要吃白米飯 還是要吃燥米飯 因為白米飯它是精緻的 它一下子血糖會讓你 就上去 燥米可能是慢慢地爬升 你還可以到周邊組織用一用 這個是自己要去注意的 你要吃白麵粉的麵包 還是這個黑麥的麵包 它裡面的這個叫做所謂的DGI飲食 你要是吃稀飯還是吃乾飯 這兩個在你血糖 吃了以後在你身體血糖的上升速率 是不大一樣的 所以這個自己都要去注意 好了 前面不管是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 都一直提供什麼 再提再提的就是什麼 病毒 那我們希望每天每個人要有什麼 三十分鐘以上中等運動 什麼叫中等運動 就是有一點累 有一點累 當然你要減肥 很重要的就是你要緊緊計較 吃進去的跟用掉的 一碗白米飯多少卡 大概220卡 快走 譬如說60公斤的人 以一個小時走六公里的速度 這個是走很快喔 多少卡 一個小時喔 大概130卡 一個 麥當勞的Big Mac 這個叫大漢堡 三層的 520卡 這個我上網去查啦 這個現在這個 麥當勞都會告訴你這個多少卡 你那個吃完了以後 你可能要去跑四個鐘頭 請問有哪一個人 願意吃一個麥當勞去跑四個小時 那慢跑的話 大概是快走的兩倍消耗 慢跑 所以呢 點肥第一藥物是什麼 緩住自己的嘴巴 好 那怎麼樣 叫做中等肺力運動 那譬如說 要有一點流汗 一般就是要有一點流汗 你覺得有一點點累 最好啊 是要什麼 30分鐘 每天你說啊 我很忙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叫做勞動 那個不叫運動 運動呢 要持續呢 30分鐘 那當然 現在的醫療 你會發現 就是說 一直在強調 要復健 要復健 對不對 那譬如說 換完膝關節 他也要叫你要復健 對不對 老中風 他要儘快要復健 其實呢 心臟手術完 或者是心肌梗塞完 也是要強調 你要復健 好 像在我們醫院的標準流程 你手術完 或者是心肌梗塞完 都會照會 心臟復健 好 那他就會來安排你去做運動 希望你養成運動的習慣 甚至於手術完以後 那 繼續回醫院來做復健 最終又希望你養成運動的習慣 當然 在醫院裡面 好處就是說 他會教你運動的時候 怎麼樣來監視自己的心跳 或者是涼涼血壓 什麼叫做有氧運動 那譬如說 快走啦 慢跑啦 游泳啦 騎腳踏車啦 那這個都是有氧運動 一週呢 最好是五次 以往都講三次 現在呢 都要要求 最好是要五次 每一次呢 要三十分鐘 那一開始你就不要說 一開始你就要走很快 希望有一個什麼 軟身期 訓練期 再緩和期 那這個比例呢 是一比三比一 譬如說 你就把它走 前面六分鐘 軟身期 走那麼快 譬如說 一個小時四公里 中間 那就一小時六公里 要走個十八分鐘 最後呢 再走個六分鐘 慢慢的再緩下來 那這個呢 就是說 你要有軟身 訓練 要緩和 慢慢的 希望你的訓練期呢 要什麼 要拉長 那當然 有些人 大胖子 你叫他去快走 那他可能這個什麼 膝蓋就壞了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能什麼 游泳 不會游泳怎麼辦 游泳池走路啊 游泳池走路啊 誰說游泳池一定要去游泳 游泳池也可以去走路的啊 你用浮力 你連膝蓋就那個 真正有去游泳的就知道說 在游泳池走路也很累耶 在游泳池走路也很累耶 那 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要稍微有一點 要出汗 你的心跳要稍微快起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從疾病的 這個 產生 症狀 怎麼診斷 怎麼治療 治療以後要注意什麼 那最後又跟各位介紹 怎麼樣去改變你的生活型態 那這樣才叫做全面性的 對這個疾病呢 你有了解 各位要知道 了解跟付諸行動去實行 又是有一段距離 我常常呢 在我們那邊的健檢室呢 病人做來檢查 來講 我說 請問你 你是希望 這個診斷 還是治療 你講要診斷 等下跟你講完 你就可以回去 你要治療 治療就是我後面要跟你講的 就是後面的這些 所謂的 改變生活型態 你要去做到 你沒有做到 那還是沒有用 所以有時候要身體力行 講起來很容易 像我這個體重算起來的話 就稍微增加了一點點 什麼叫做肥胖 我一般要把你的體重 除以你的身高 但是身高呢 是用公尺的 自成一次 譬如說 我講1.7米 那就1.7乘1.7 體重除下來 22到24 男生 這叫做OK 所以我是24點多 稍微多一點 24到26 叫做過重 大於26 叫做肥胖 女生 像OK 像OK 像OK就在那裡 對不對 那 22到24 果重 那大於24 那要減重 記住 一定要什麼 斤斤計較 吃進去的都要算 多少卡 對不對 同樣一條魚要處理 尖的 跟炸的 跟炸的 跟清蒸的 它熱量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就要斤斤計較 那我們今天講課到這裡